来 自媒盟主是一位私营业主 来 有请 您好 我知道 因为你无法选择 所以你才到这个节目来 对不对 对 希望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嘉宾朋友 帮你做选择 对吗 对 但是在他们帮你选择之前 你必须要自己选一次 来 看一下这道题 当泰坦尼克号沉默之际 救生亭只剩下一个位置 你会把这个位置留给谁 A 妈妈 B 妻子 C 孩子 D 自己 小智 谁首先放弃 决定权在你 放弃B B 也就是你带着孩子和母亲 登救生艇 是吗 对 再做一次选择 孩子 母亲和你 你会去掉谁 自己 好 最难的选择的时候到 孩子和母亲 只有一个人能登艇 决定权在于你 你会把谁送上救生艇呢 孩子 什么时候觉得最难 之后一个 我的理解就是 孩子在你的心里是最重的 对吗 对 小智 我还想说一下 孩子对我来说重要 对我妈来说更重要 你不怕说你放弃母亲 你母亲伤心吗 不会 好 小智现在是一个准爸爸 如果家庭的冲突没有发生的话 他们应该非常开心地在生活 在六个月之后将迎接他自己的孩子 可是现在 今天此刻 他却要面临 大家看到的这道题一样的 现实生活的最真实的选择 现实生活是怎么把他和他曾经的爱人 一步步逼到了这种不得不做选择的境地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媳妇和未来婆婆的战争 不过是未来婆家和娘家的一场斗殴 但是却让你这么难受 你刚才说的是选什么来着 孩子 其他人都放弃对吗 对 好 那现在能够代表孩子发言的 有决定权 或者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决定权 让这个孩子留下来 还是离开的 应该是你的女朋友 对吧 来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的女友 来有请 小智的女友 今年二十六岁 叫小辣来 是河北 也是私营业主 来有请 你好 你好 主任好 四个月的身孕是吧 是 需要做吗 需要 需要坐下来 对 来凳子 放松一些 对于孩子的未来 你怎么考虑 我就是打算把孩子生下来 自己抚养 对 想好了 反正是现在挺矛盾的 你的矛盾是什么 我要生下来 我要生下来孩子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 肯定以后是不能结婚了 孩子他愿意生他生 我养他 不愿意生呢 那他自己处理 你做题的时候不是说让孩子先走吗 你跟我们说的是假话呀 因为孩子在他身里边我控制不了他 如果是在生意来 为什么要控制他呢 不想跟他飞走 专手就分呗 因为有他那样的妈 我过得也不会幸福的 他母亲怎么 脾气不太好嘛 然后就是有什么一个破晓事 他就能给整得特别大 你们俩的感情在怎么样呢 他妈老在中间就是挑拨嘛 不是很好 跟我妈没有关系这个事 他说谎 我跟他妈说实话 就吵的次数比他都多 结婚我妈那边我已经说服了 这次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要跟我分手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把分手作为一种条件 不是条件 就是无法忍受了 怎么了 我就感觉这样过太累了 你是下定决心分手了是吧 我先提出来的 因为过得太累了 这三年 那你提出分手 到底是为了分手呢 还是为了改善呢 就是为了 应该说是改善吧 看来妈妈的意见很重要是吧 未来婆婆的意见很重要是吧 来 我们请出小智的母亲 来有请 对于这个 你儿子的女朋友 你满意吗 相当不满意 对于 这个小生命 您的意见和态度是什么 这个意见 我已经跟这个孩子闹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年 他俩开了一个公司 在09年的8月2日 我姑娘去旅游去了 您怎么满日子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她重大事件 我女儿发生车祸了 她们集体公司旅游去 知道吗 主持人 除了车祸之外呢 我不得护理她去吗 对对对 护理去的时候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她了 她说怎么样 我说挺严重的 肋骨骨折 肩压骨骨折 她说妈 那什么 我晚上就到 到那了我就问她 我说儿子 女朋友为什么没来呀 完了她说的那个 妈 让我打个嘴巴着 我说你干嘛打人家呀 她说她不会说话 我说说啥呢 她说我姐嘚瑟的 我说那样的话 那打她两个也不多 你怎么了 我就觉得 她这说的话太可笑了 其实我当时就是说那种话 我说嘚瑟的 其实就是心里难受 然后但是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就这样以后 她就回来了 还有什么大事吗 你让我说大事主持人 你看看我这个脑袋 我化点青妆 我说你给我这个涂一涂 谁脑袋 这位 骂我主宗 对不起主宗 那主持人呢 他先骂到我 反正他就是那天骂我主宗 骂到我特别难听 骂我妈 就那件事情 别说了 知道了 你当时在哪呢 去派出所了 那天他 他说的根本就不是严魂事 我一天去了派出所试试 姐姐姐夫 妹夫 父亲母亲 你们欺负我们不去派出所 我们就让你欺负啊 你那会儿为什么不分手啊 已经有孩子了 已经有 他是这么回事 头你呢 他考了一个驾照 考了驾照 他说个什么 我驾照拿到手了呀 你妈家餐 行 家餐算啥呀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晚上我饿得不行了 我吃了两个两馒头 那我不吃我受不了啊 我为什么吃两馒头 不是没有东西吃吗 为什么不自己拿微波炉热一下 你说微波炉吗 我们那没有 出去买点吃的呀 出去买点吃的太晚了 自己动手再做点啊 自己动手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能做的 接着说吧 他说有一天他俩就来回来了 他说妈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的 我能办到的 他说你能办到 什么事 王静霞怀孕了 我说好事啊 他说你那个 我听您的语气 不像是好事啊 那我为了儿子嘛 我生了儿子了 那我不是好事 我也认可 我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就这样的话呢 我说你说我 我库房我打理 尾声我搞 衣服我洗 那库房的书 你想想吧 他们做书生意的是吧 饭不做 碗不刷 衣服不洗 裤头我都给洗 他洗过 他就觉得对我好 这就是对我好 你挺浑的 他那个 他儿子的 别别别 他儿子的那个什么 内裤 我妹妹也帮他洗 我妹妹也帮他洗过 我妹妹现在还喊冤呢 不是家里人相互照顾 这个都应该的 别计较太多了 基本基本听明白了 我问题其实特别特别简单 确实跟他没感情 我是想跟他在一起 想在一起 你把他妈母亲得罪 那样干嘛呀 来了就是一个台阶嘛 指着手塌塌塌的 你干嘛呢 不是 你也 你看到他那个人 太多了 我看到什么了呀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还没有说过 就说 你不用说了 不就这么点事吗 还有好多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比你们俩和好 要大呢 人家刚才已经说了 那你到底是要跟人和好 还是不跟人和好呢 人家刚才说了 人家你到底是要跟人和好 还是不跟人和好 不管别人 管你自己 我是现在就是想跟他过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说我外部的 开条件吧 我不想开条件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可以退出 我可以就说让他 就是我这男朋友不为难吗 我可以放弃做点感情 行 知道态度了 明白了 来 离开你妈能生活吗 能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得娶她 你怎么摆平他们俩 让妈回家 听儿子这么说 你伤心吗 我不伤心 我预料之中 我回家 有我回家的条件 开吧 把我投入的 应该给我的 直接说数 直接说数 他们心里有数 让他说吧 说出来大家都听着 说吧 每次吵架都要钱 别说话 我不说 他们心里有数 我这不是没数吗 你没数 他们给我 不是你们给我呀 给个数 11万4 又拿了15万 你姐姐的呢 我知道 多少钱多少钱 直接说快 算 15万左右 那我们两口子的付出呢 是这样的 确实是因为 您可能来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说 我为你付出 是要回报的 但我特理解 您刚才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您觉得 可能我付出了以后 也没有得到 你希望得到的一些 比如说感谢呀 回报啊 就是你可能的那种期望值 对方并没有给你 所以那 当主持人收到钱的时候 那你希望说 从另外一个方面 能不能补偿 这样你心里也舒服一点 对不对 你 现在就这样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能娶上媳妇 这是我的感觉 我没什么要问的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 自己都是那个受害者的话 你们都活在苦难里的话 如果你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们就是苦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苦难 全是自己闹出来的 我只谈个人感受 说错了 请原谅 接下来我想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店 恋爱是两个人 要谈到婚姻 就是一群人的事情 先说男嘉宾吧 人的两个眼睛是平行的 说明什么呢 你看事物一定要公平 人的耳朵是两边 一边一个的 说明什么呢 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你作为儿子 同时又是未来的可能的丈夫 两边的角色转换 我个人觉得你做得很不够 你既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儿子 你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儿子能把未来的老婆 说自己妈妈的话 这么或姐姐的话 就这么传过去 未来的婆媳关系 那是要由你来作为一个中转代 该传的传 不该传的不传 同时你在里头 你要去 去有技巧的去 做缓冲 以及去加处理 你什么都没做 我得说说你啊 你太没有礼貌了 一个长辈 你怎么能那么说话 各种的那种不屑的表情 即使他说的不对 我现在对他这种表情是不好 这都是因为他自己造成的 之前我对他 你想想你有没有原因 我自己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你干嘛要去 用那种表情和语言 去这么不敬地 对你的老公的妈妈 我对他也是很尊重的 就是没 我没有看到你任何的尊重 阿姨 因为你儿子长大了 他不能时时刻刻在您身边 时时刻刻要握着您的手 他时时刻刻要握着手的是 您未来的儿媳妇 所以您适当地要用退出机制 把您的爱 化作另外一种方式 对于他们家庭的爱 而不是插入他们当中 海战 阿姨都懂了 我为啥要赖着这儿 我也曾年轻过 为啥要绞入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俩对您的 所说的这一切 都应该是感恩的 错 凭什么感恩啊 我们自己干公司 搅和我们什么呀 因为他们把我 哭一下就可以吗 我公司垮了我自己认 妈是妈 公司是公司 怎么了 我就不服气这个 因为我投资了 我今天就较劲了 投资怎么投资 我还你钱 给呀 你给我搅和来啊 他帮我请来的 大姐你看啊 是不是这么个状态 按道理 咱俩要是这样 主持人老师 他按道理应该这样就没事了 我们没必要站着了 我为什么要跟您抬这个杠 他有他的问题 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 我想跟您说的是 到了这一步 圆满的解决 所谓圆满的解决 也许是和平分手 这手分掉了 孩子咱们给他有一个打算 您说了要尽奶奶的责任 他说要尽爸爸的责任 国家的法律也规定了 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 享受同样的待遇条件 孩子到底谁抚养 谁出钱怎么办 这好办 包括公司的事情 如果解体那是他们俩的事 您是债权人 该还钱还钱 别往这里面说 没有 够多的了 您说多了 做也做的太多了 现在需要您的是 休息 您要是今天这态度 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 看了时候 您儿子人真不敢嫁 千万别那么说话 一个逆二儿子的母亲 是失败的母亲 一个可以放手 让自己的儿子去打拼和闯荡 默默看着的母亲 才是伟大的 那难道我帮帮她 就算是溺爱她吗 主持人 错了 对了 您再这么说 真的像赵老师说的 您儿子真没人敢要了 没姑娘敢嫁到您家了 真的 绝对不能达到那个程度 就凭我儿子这样 这位相比一下的 你们心里就有数了 来 各位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们的未来婆婆是这样 嫁不嫁这个男人 来 请选择 您看一下 我看了 我也实数 看了 我说什么意思 我儿子保证不在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董老师 我特想跟听论你 不是一家人不尽一家门 家人在一起 不互相地去包容对方 这本账就永远地算不清 个个都认为自己有价值 然后个个都觉得自己活得很贵 然后心里就很苦 婆婆给自己洗裤头是应该的呀 生活当中没有理所当然 和本该如此 夫妻俩之间的事也是你能掺和得清呢 就像赵川老师所说的 公司是公司 感情是感情 三个二到不行的人 连情感都算不清 还就算金钱 还有那个 孩子 儿子 一遇到问题 就啥事也摆出不清楚 往哪头看 如何去全会 完全是没有主意 这事就是一个解决方式 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媳妇要闭嘴 妈妈要放弃 儿子要努力 家庭就是在不断地妥协 权衡和放弃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性能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这样的话才能够冷静 你能放弃吗 我不放心 但是这个心操得有用吗 你把它生下来 你是要让她自己 过自己的人生 自己去面对 自己的爱情生活 幸福痛苦 否则的话 她这一辈子都窝囊 那对于这个丈夫来说 很简单的一点就是 你要牵着她的手 走过一辈子 但是对于母亲 永远要孝敬 我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个母亲 她算有智慧的母亲 我讲一个 我最受伤的事 我去录一个节目 老母亲跟着我去 我那会抽自己卷的烟 卷完之后 咱不得磕一下 然后再这样吗 拍完东西我就走了 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完了 你妈不行了 我说怎么不行了 你妈说你吸毒了 我说我怎么就吸毒了呢 你看你拿那个白的 还在那磕 你就不行了 赶紧就回家 重新卷烟再卷一遍 弄上再给他磕好了看 妈我没吸毒啊 就是抽的这个卷烟 手卷烟 我妈说了 不对 你当时就不是这样的 我说不清 后来我爸跟他说了一个道理 说你觉得你自己养出来的儿子 你觉得他会沾上毒品吗 我妈说那倒不是 他想明白了 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不管他多乱 一个妈妈在那又打扫卫生 又去记内部账 又给员工去做饭 本身就是对他们权威的一个挑战 有很多暗示的 人和人相处有很多暗示的 不是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的 蔡老师 这个局面未来你也会碰到 其实啊 因为我跟孙倩的家庭 也是一直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一直都很幸福 我觉得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阿姨 您是个很直爽的人 但是您管的太多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觉得您放开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您的儿子 会更加独立 更加有担当 那个远之 我觉得就是你让我从始至终 觉得你没有一点担当 不管是对家庭的 对父母的 对妻子的 对孩子的 你这时候流眼泪的时候 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还有 惊吓我特别特别的生你的气 其实你怀着一个孩子的时候 按说我不该说这种话 但是我特别恨你刚才 有一度的时候 不可以这样跟爸爸妈妈说话 就记得一点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的孩子都能听得到 他们有一天也会这样跟你说话的 我们父母给我们的东西 不是该找给我们的 真的尊重 要学会尊重 要学会去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太重要了 在一个家里面包容是多么重要 袁智啊 其实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在我们家是你的这个位置 因为远航很不容易 能说吗 对在那个晚军拍完的时候 他那时候十几岁 初中刚初三刚毕业 他母亲就因为果爱去世了 阿姨 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脸上还有一滴眼泪 就是他妈妈真的是放心不下他 但最终还是走了 可是这小伙子挺棒的 依然好好的活着 也能担当 我也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了 我们全家也很放心 我想跟您说的是 真的你儿子挺棒的 把手放开 让他去闯 摔倒了没事 爬起来这巴过两天就好了 一样是个好小伙子 怕什么呢 没什么 你越不让他去经历那些 可能会摔跤的事 他迟早还得摔 你说岁月大了摔 还不是小的时候摔呢 是不是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阿姨啊 就是那么多琐事 咱得挑一个最大的事 这个事 就是对他有利的 咱就往这方向走 对他没利的咱就回避 其他小事咱都不看 好不好 过去的就过去了 咱好好的让自己的孙子 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好不好呢 所以站在这个大事上 你就想什么为我孙子好 我就我就这么做了 在这个前提下 多对自己的儿媳妇好点 我知道您吃了好多苦 心里挺难受的 我特理解您 没事 真的 你想将来有一个小宝宝 跟您的儿子一样 那么的实证多好啊 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我宽慰您一句话吧 很多道理他不明白 让生活去教育他 你站过去 关于您的这问题 我们也问完了 您下去休息 剩下就他们俩自己的事 我呀 那好了 谢谢您啊 谢谢 来请 实话实说 现在有孩子了 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爱不爱他 如果你还爱他 你就可以克服 今天专家老师 已经给你们教了 一系列的处理方式了 你的母亲 是很多传统母亲的 一个写照 他们有很多 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东西 对和不对 我们不说 但是那份爱是沉重的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对待一个老人的话 你就千万别做母亲了 因为你根本就养不好孩子 接下来一分钟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的 一系列的黄金路 这三年里边咱们 大部分时间还是快乐的 不过咱们俩真的不可能 你自己在以后的道路上 你好好保重 我照顾不好你 对不起 感谢他三年来 就是这么照顾我吧 其实跟他在一起 虽然是挺幸福的 但是就是跟他妈 就是说闹腾今天这样 我就是我愿意退出 我不希望他难受 如果我对中 能坏了你以后幸福 我觉得我就是宁愿我 就是以后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带孩子 只要你以后幸福就行 其实我也有错 但是我是有错 但是不至于把这个事情 就是说闹成今天这个地步 都闹成什么样了 你应该知道啊 你还爱他吗 你说实话 难道都是我错吗 我是 别说了 你还爱他吗 你说实话 爱不爱 中国有个词叫私奔 开灯 就说你们俩人那么爱 就因为处理不好婆媳关系 你们可以走在一起 然后慢慢去处理啊 其实我有心里 有很多很多委屈 你别委屈了 你就还说什么呀 我不想说了 你们那么相爱 你就不能为你们俩的爱 我忍受过 我当时因为他妈 就因为破点小事 又他妈又他妈 我跟他亏欠了 我就希望他不要 就说他在中间不要剪 来 干着 麻烦你站住 我就不希望他中间 当着台下 当着台下跟他的母亲说 妈 我们俩要在一起 为了孩子 因为我们俩相爱 我愿意以后 好好地跟您相处 你要不这样 我们俩就私奔了 为了孩子 完了吗 关键是我父母那边也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事情 找人打 您回去吧 您也回去吧 你们俩自己考虑 我看你们俩真是 来 请关门 在这种乱象之下 他们俩到底 该不该勇敢地 走在一起呢 来 请表决 现场有72.14%的观众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勇敢地 走在一起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